穿着黑短T 紫色长裤 站在练舞室里 跳得满头大汗 女性杨诚琳 时常在社群平台上 分享生活点滴 她在2019年 和大陆艺人李荣浩结婚 事业重心 间接转往大陆 参加多档综艺节目 而近期她说 自己是广东人 引发热议 用粤语唱出 对王妇的满满思念 杨诚琳说 自己的父亲是广东人 从小家里都说粤语 杨诚琳参加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文化传播节目 也提到过往 说自己在台北长大 但强调是广东人 说李荣浩是棒妇人 杨诚琳来节目 是想和文化圈多交流 学到很多智慧 因为小时候书读的不多 真的太早就出来工作了 影片一出 观看人数高达85万次 不少网友开玩笑说 我在台北长大 但是祖先是猴子 还有人说我是高雄人 但我的祖先是单细胞 但有人帮忙缓家 一人立场真的难 拿着蛋糕 对着镜头露出灿笑 杨诚琳发文庆祝生日 今年生日碰巧 遇上端午节 是农历生日 现在6月3号发文 因为甚至当天碰到大陆 敏感节日 64TM事件 是大陆人必谈的话题 有网友稀疑的说 要主城问杨诚琳生日 因为她6月4号生 是大陆禁忌日 不能大肆庆祝 杨诚琳说自己是广东人 却无法在祖国 大声说自己生日 要在大陆立足 没搞不少 TVN新闻王黄丽张 启云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